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躺在床上活着 那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事 为了我一直能够走着 走着 走向死亡 那我就得要给自己加码 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 我今天是四点半起来的 只要有事肯定是睡不着觉 早起来吧它就踏实 我叫林伟 今年66岁 曾经是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退休以后就加入了老年模特队 在队里我遇到了我的这三位姐妹 从2019年开始 我们姐妹四个人一起走梯台 拍短视频 在抖音上收获了180多万粉丝 星火 念文 这样 今天下午我拍视频的时候 还是自然的状态 别放松的心态 我们四个人吧 认识了到今年是21年 因为时尚爱美 走在一起的 在普通人里面 我们真是鹤立鸡群 不好意思 老是低着头啊 驮着背啊 但是有这么一帮姐妹呢 觉得找到家的感觉 2019年的6月3号 我一个设计师 我们走了她的秀 在三里头拍这个视频 瞬间过路的人 络绎不绝地就拍我们 没想到第二天 发到网上以后 就一下点击量超千万 就真的一下就爆了 跟小 有个小鹿在跳一样的 是很兴奋的 尤其那小外孙女 跟他们老师 也看着也知道 MC找我们要说签约 是冲着设计师的服装去的 怎么还签约呢 这不就是有事就叫我们来吧 孙杨就是她这人就比较严谨的 然后就让儿子儿媳妇帮着参考 老妈还签个买生期 他们觉得还想自己 自己玩自己的 我想去被人去编排啊 去包装 哎呀 她没听见 日常这些视频都是我用手机拍的 然后呢用手机剪的 就是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自己去搭配我们的服装 构思我们视频的内容 林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像军师智囊似的 脑罐里那个主意特别特别多 那年轻人能做 我看看老年人能做不能做 哪怕我在后边我跟着走 你们怎么看这个彩礼的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四个老太太 我觉得挺不容易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准备 面对好几十万人 她就跟考试惹奔 刚开始让我看着这个说 哎呦 我真难受 那表情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样 你知道吗 最早说我们都是父太太有矿 或者你们没有老伴 其实最初我们听到的话 非常抵触 因为这辈子没有人这么说我们 我十六岁就进入专业队 然后那时候的女儿 哎呀生病我都不好请假 我不能扣钱呀扣工资啊 到月底吧就是 我得把我剩下的 这好比十块钱或十五块钱 要除以还有六天或七天 我平均每天只能花多少钱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了 这个追求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条件 我们是六八年第一批 我们就去插队了 东北黑龙江 云山农场 割草啊收麦子啊 伐木 真正冬天最冷的时候 零下四十度 没几个会去洗澡 晚上人家都睡了 我一个星期也要洗一会澡 上外边去 缠那个雪 把那个雪堆到筐里头 然后搁到炉子上 把这雪化成水 一二三四 上后转身 流头啊 再来走啊 一二 你这头发量还大 面积还大 上去光就碰到上面 我放了 一二三四 一四 瞬间回头 一二三 对啊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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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追求 那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放弃自己 得过且过 不会有我们现在 今天这样的条件 这个年龄 能在一起做到这份上 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了 孙杨脚前两天在上海 我真是 她说 因为你得想啊 我上不了场 那你在旁边说话 我们撒走 你也不能不上场 有请继续 时尚奶奶 二十年前 我对时尚的了解 真的就是穿好看的衣服 这两年 发的视频 好多的青年人 给我们留言 他们说 我们不怕老了 这一点是 他们给我们的 巨大的一个动力 有人就说 哎呀 你们老太太累不累 这个年纪 那都不是事儿 真的是乐在其中 另外我很珍惜 至于我的皱纹 每年比每年多 我的体力 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怎么抓紧这个时间 我怎么珍惜 每一次我们四个人 在一起的这些活动内容 我很在意 我觉得我还有这能力 跟着社会往前走 这才叫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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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